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来看由炎炎所写的三十三世情深远浅,五 凤九叹了口气说,好吧,文文姐姐,你姐帮我看着滚滚 上文点点头,帝君一个仙瞪便来到了太陈 凤九看着太陈的一切一切勾起了一段段回忆 凤九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神道 帝君找凤九合适 帝君拉住他的手道 小白,回来好不好 凤九甩开说,帝君,以前你告诉凤九往事不必执着了 帝君又何必执着啊 帝君抚摸着他的脸说 以前同现在,又怎能同台 确实,那是我 凤九向后退一步道 帝君还是和我保持距离吧 未免祸害苍生 帝君您保重 说爸便走了出去 他呆了,他不敢相信他的小狐狸真的不要自己了 是他的错 他把他的每一次渴望全部打消 直到现在,他对他失望了 失望的彻底 想完这一切 帝君一口鲜血喷出 晕倒在地 许是凤九是狐狸一族 听觉嗅觉都极是灵命 他转身一看 看见帝君倒地 立马跑回去 把帝君拉人怀里 一滴滴眼泪落下 落在帝君的脸上 凤九坐在地上抱着帝君 哭着喊道 东华,东华 你醒醒,醒醒 我错了,我不走了好不好 我真错了,东华 一会儿凤九擦了擦眼泪 喊道 丛林,丛林 丛林立马赶来看见后 说道 帝君,女君 帝君这是怎么了 凤九摇着头道 我不知道 马上把折烟叫来 还要叫十足 把滚滚带去青秋 叫给四叔看着 然后慢慢把帝君扶起 放在床上 给他脱下鞋子 盖好了被子 蹲在床榻旁 拉住帝君的手 颤抖的声音道 东华 你醒醒 看看我好不好 不一会儿 折烟来了 看着这两人道 你们啊 唉 小九 给我看看帝君吧 凤九点点头 站起来 往后退一步 折烟给帝君 看着完后说 还好 虚实刚才太过着急 变吐血了 再加上几十年前 有反噬之伤 这几年 频繁去用法力 去用妙华俊 自然身体 是不能完全的好 凤九喊道 什么 反噬 为何不告诉我 那如今怎么办 老凤红不管 无论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救东华 折烟道 你且放心 他并无大碍 之前也是他 不让我告诉你的 凤九眼还累水道 好了 知道了 你开药吧 我去熬 你把鬼鬼照顾好 让我问姐姐也留下吧 折烟点点头 便离开了 凤九看这样离开后 依旧蹲在床榻旁 拉着他的手 迟迟地看着他 眼泪也一滴滴流下 这是他日日夜夜 都在思念的人啊 他就在眼前却病倒了 我却只能给他熬药 他又一次开始回想 自己与他的点滴 他报恩 陪他下凡历劫 化成小狐狸陪在他身边 断尾 在三生时上客气 这点点滴滴中 有好有坏 但 在凤九眼里 都是美好的 因为现在是美好的 现在他陪伴在他身边 事业 凤九喂完药给帝君 正细心地擦着他的脸 手 脚 他用手指从他的额头 滑到了他的嘴巴 最后轻轻在他嘴边 留下一吻 凤九又哭又笑 他许久没有这么亲近他了 凤九细声细语道 独华 你要睡到何时啊 但你醒后 我们真的要相望江湖了 这一想 唉 罢了罢了 凤九拿起他的一只手 让他的手摸着自己的脸 就这样 凤九一不解淡地 照顾了他一天一夜 第二天 哲言来太成功看望东华 第三天 哲言给帝君把了脉 按字道 第四天 好你个东华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睡这么久 第五天 原来只为了小九 说爸冷笑一声 对凤九道 后日便会醒了 对了 滚滚 已被真真见胡弟等人了 他们很是喜爱滚滚 凤九也没太多心思管了 点了点头 便叫丛琳来说 丛琳 把这一生事送出去吧 说爸回到床榻旁 继续照看帝君 带着烟走后的两三个小时后 帝君忽然说道 小白 小白我错了 你别走好不好 别走 别走 凤九的左手被拉得紧紧的 凤九伸出右手 抚摸着他的胸膛 安慰道 乖 我不走 突然帝君睁开双眼 看着为自己着急的少女 满眼的柔情 凤九立马把手收回去 站起来道 帝君一醒 那凤九便不打扰了 帝君好好歇息 凤九告退 帝君道 等等小白 你不是说过不走的吗 凤九微微一笑 被一个仙人离开了 回到了青秋 只留下帝君一个人 坐在床榻上 双眼无光地看着 看着凤九用仙人离开的地方 此时连宋来了 连宋调侃道 哟哟哟哟 怎能没把凤九留下 帝君失望道 留下又如何 不留又如何 他既然要离开 我又有什么办法阻拦 林宋拿着扇子 试二扇道 我当时有几个主意 帝君看着他说 你 可信吗 随后冷笑一声 林宋笑笑 找了个位子坐下 端起一杯茶 说道 你还别不信 叶华那小子 追到了白浅 也是我帮的 帝君起身 坐在林宋对面道 我记得你帮叶华 追到的是素素 并非白浅 林宋摆摆手道 都一样了 你听不听 说 帝君冷冷道 或许当年我给叶华 想的几个法子 你也能派上用场了 你看你去青秋地带 放一只面孔 猙獰的野兽 然后在他被伤到之际 你从天而降救了他 然后再说一些肉麻的话 反正之前凤九 就是如此认识你的 林宋笑咪咪道 帝君皱了皱眉 说道 可还有其他法子 这凤九同几年前的改变 有多大 又不是不知 林宋说 那便用叶华 当年的苦肉计吧 帝君挑挑眉说 这个好 林宋笑了笑说 你看哈 我让崇玉 青秋 凤九回到青秋 狐狸洞的门口 一进去 胡帝 胡后 白义 白轩坐在一块 上网刻着瓜子 滚滚则坐在 胡后怀里 吃着奶糖 帝君还时不时 张个果子 逗得滚滚 凤九看到 未免有些懵 胡后依然一笑道 小九 过来 小九向前走几步 扑通跪下道 小九不笑 让长辈们担心了 岂不顾名声 还有青秋的里面 独自下凡生下我 我同滴君的孩子 小九错了 胡帝把凤九扶下来道 好了 事情也过去了 脸丢了可以震回来 名声没了 依旧能回来 但是小九啊 滚滚这么好的孩子 居然不早点带回来 让孩子跟你吃了那么多苦 白义道 就是 你吃点骨没事 你这个年龄 是该去里面的 可滚滚才几十岁 这就是你的不该 凤九嘟了都嘴闹 就关心滚滚 也不关心关心我 白轩婉耳笑道 行了 娘疼你 胡后道 奶奶也关心你的了 上网喝了口水 轻轻嗓子道 小凤九 祖宗记得 你同我在佛心境时 日日过得好生快乐 凤九说 哼 身滚滚尸疼了多久 上网拍拍手说 得来 你回来了 祖宗我便歇回魔祖了 凤九刚想把他留下 却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拜拜